投一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喔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加油了 Go Biden 不是都說Go Biden 拜登的支持率現在又到了新低 33 你看33% 然後韓彬你幫我們看一下 這怎麼辦呢 美國昆尼別克大學做了一個民調 這裡面我先不講什麼民主不民主的 這個75%的民主黨人 最起碼還是同黨支持拜登工作表現 可是已經超過半數了 57%的獨立選民不支持拜登 然後共和黨更不用說 高達95%都是反對拜登的作為 拜登現在處境真的是越來越堪憂 40已經是往下再繼續掉到33了 其實美國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上次拜登跟川普選舉的時候 美國這個因子就已經種下來 尤其那時候直接衝進國會 搞這些事情 那其實很多美國人都認為 就那個時候就是 美國內部分裂的一個開始 那到現在尤其是因為 拜登上台之後說真的 不要說是共和黨人對他失望 因為我對他都滿失望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有的時候 不知道在搞什麼你知道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應該是一個經驗非常豐富 年紀也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應該是非常鹹熟國際事務 也有基本能力可以去處理的 跟他很多做事情的方式 讓我覺得很荒腔走板 好像是一個出入政壇的 一個誤入森林的小白兔一樣 那我覺得很詭異 他是親身的外交官啊 是啊所以我就覺得 奇怪他到底在幹嘛 他把自己陷入一個更 危險的一個境地 所以難怪美國人 這麼多人對他滿失望的 對 所以你看連他自己的政黨 也才75%人治啊 還有1%的人不支持他 對啊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危機 那美國尤其是 因為疫情的加成影響 那人本來就對現實生活 非常不滿 那我在不滿的情況下 你政治上又顯得動盪不安 而且美國在拜登執政之後的 在國際上的威信禁師 然後你對內的經濟又沒有 始終沒有辦法讓他穩定下來 你這樣子能夠獲得多數人支持 我才覺得比較奇怪 所以我覺得拜登真的 我們已經在那邊也講很久了 他應該要在短期之內 趕快拿出一個 能夠穩定人心的辦法出來 不然的話當然很多人一直說 什麼美國是不是會陷入 內戰的邊緣 我個人認為是不至於這麼嚴重 但是美國內部的分裂 恐怕是一個必然出現的一個趨勢 對 而且你看 美國有58% 是認為美國的民主有崩潰的危險 那最主要他們裡面是說 因為川普的關係 然後76%又認為美國政治上的不穩定性 比外國威脅還要危險 你看看 所以對於現任的拜登沒信心 對於有可能2024要重新回來挑戰的川普 也是不認同 所以美國現在覺得比外國的威脅還危險的 有高達76% 你看看這個就是現在的美國 可是偏偏美國還要藉由立陶宛來打什麼 打台灣牌不是嗎 那現在你看立陶宛自己也弄的 是這個叫自亂正角嗎 這個我們請這個介大使評論一下 立陶宛對大陸外交政策 都沒有獲得過半的民意支持 那你看53%是反對他們的外交政策的 贊成的是多少 只有13% 所以立陶宛其實外交部壓力很大 這個外長不是都已經有呼聲 在野黨說你下台 你應該辭職下台負責嗎 可是這個外長還是繼續強調 他明明知道現在是這個情況 但是他還是說沒有啊 我們沒有錯 所以現在這個立陶宛自己的問題 我對這個民調我現在有一點懷疑 是不是這個立陶宛在創雙簧 就是說因為他這個表示說 內部有這個意見不同意見 就已經讓這個我們政府 已經加碼到12億美金了 對那個本來不是說 這個郭明星說兩億嗎 投資基金嗎 現在已經加到12億了 12億還說 如果有需要我們還可以再加 就是因為看到這種民調 心裡怕了 怕什麼怕就是說 好好弄到 弄到一個台湾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被他改回變成台北 representative office 所以你看這一個字多貴 這個字花了12億 那另外還有2億歐元 已經去買了人家120個貨櫃 還在那邊繼續買 那我們可能在過一段時候 我們要喝藍母酒對不對 要喝這個什麼 奶水 奶水 哇不得了了 哇這一次我覺得這一次這個 立陶宛大發對不對 搞一個兩邊這個 這個總理跟總統之間 稍微對話幾句 就把我們這邊嚇成這樣 馬上掏出來500億台幣 你算一算是500億台幣 這個錢簡直天文數字 我想這個東西要不再搞個停水點 要玩上千億的話 那就要全世界大笑話 你知道我們今天中華民國 一年的外交預算有多少錢 不到300億台幣 光立陶宛這個國家 我們現在承諾的已經500億台幣了 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這個國家有這麼重要嗎 對啊 你承諾的錢 你花出去承諾加起來已經超過幾乎你的 你的外交預算已經快到兩倍了 你說這個有沒有是不是太荒謬了 這是二十一世界 我們進入二十一以後 全世界第一個最荒謬的事情 對啊 那亮哥 剛才我沒特別講 那這個民調呢 它本身它還是什麼 是立陶宛去委託外部的單位來做的民調 那應該夠有可信度了吧 結果做出來的是這個結果 也不一定 我覺得介大使的懷疑相當有道理 他就是要讓台灣政府緊張啊 所以錢趕快到位啊 來這一招 那錢到位或者說 因為他第二個10億美金 那個是融資基金嘛 對 所以你只要在立陶宛成立 台灣跟立陶宛的合資企業 那那個錢立刻就下去了 那個不是投資立陶宛企業才有 所以那個很容易做的 立陶宛只要找幾個人頭企業 來跟台方聯合成立合資企業 那銀行融資就出去了 找個人頭 那太容易了嘛 那執政黨找人頭有什麼困難的 然後台灣都是公股銀行啊 我看倒霉的銀行一定有造風金啊 先舉例啦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在等這個東西搞定了再說 所以就製造壓力給台灣嘛 所以他那樣是刻意的 所謂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最近傳出非常多 這類的訊息 我跟你講啊 包括總統跟總理不一致 對 然後在野黨出來質詢說 外長你要下台 然後說我民調跌到17.3 然後他接下來大概要大喊說 70席國會我只有37席啊 好危險哦 我撐不住了 還有那個 外長跟次長意見也不一致 外長跟次長同一個政黨意見也不一致 對啊 我覺得真的他們的演戲 真的真的我強烈懷疑他們在演戲 這樣稍微演一演 500億台幣就到手了 真的是太成功了 其實真的不要低估立陶宛的政治手腕 對對昨天亮哥有 對因為立陶宛跟波蘭在傳統 在這一代他是一個亡國 曾經雄霸中歐 中東歐這一代 還吃掉烏克啦 是 所以你不要以為人家是不會玩政治的 不要小看人家 玩得過台灣 民進黨政府 玩得過台灣的國家太多了 我現在就怕我們政府故意跟他一起玩 因為政府裡頭也很想賺這條錢 蛤 哦 是哦 你忘記你覺得南線專案嗎 那時候只有3000萬美金 這一次是12億美金 12億美金的這個投資基金 再加上2億歐元的這個 購買立陶宛的 這真的離譜 那我真的超過我們的 他只要找一個友好的廠商 我們趕快去跟立陶宛成立一個合資企業 銀行貸款就下去了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加入訂閱衝刺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10萬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們讓我們一起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 頂動聽 所以提示 一張關鍵 邀請